歡迎收看新一集的一週兩見 我是信報主持Fiona 在我身邊就是信報高級分析員阿強 你好 阿強不經不覺又來到4月 4月第一日最傷心的事 除了哥哥世世17周年之外 還是我們梅峰竟然宣布不派息 不派息之後 究竟應該怎樣部署 或者對於後市有什麼啟示 阿強你就是星期三的EJ Market 其實都分析得很清楚 我們這裡就不詳述了 不過因為當時這個消息實在太震撼人心了 在不同的財經台的一些社交媒體上 都是瘋狂的色細版式的討論 我也整理了一些post給大家一起看看 有些標題就說 匯豐會不會轉眼變成利豐呢 利豐由高峰時期 現在都跌了成九成 應該不會那麼慘情吧 不然會想他私有化 匯豐 盡快和普通 也有些朋友說 爸爸什麼都不認識都想入市 原來這個時勢還有一些勇武的粉絲 是很詳情的 很詳情的 確實果然 也有些就說 今天的匯豐是沙士時間的港樓 說到這樣 雖然我就不太知道沙士時間跌了多少 因為實在太小了 但是我們記得沙士時間之後的港樓 會升得很厲害 那是不是匯豐的前景 對未來大家都樂觀呢 不知道 清姐說得很好 是的 她的理由 這次沒有哭了 清姐 她說如果這個時候想拿匯豐 就當自己是怨賓 是的 當匯豐是孫藝真 但是他有沒有孫藝真那麼高質素呢 大家做一下功課看看吧 其實為什麼大家這麼傷心呢 原來事源由2月匯豐60元開始跌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是想撈底 想撈底的心態就是因為想收息 由50元或者40多元 大家一直都覺得是可以撈底的時候 不過現在就告訴大家 對於一群好識之徒來說 其實識即是空 大家都看開一點 正宗的《愛的逼國》 是吧 不過《愛的逼國》是有一個很好的結局的 我們都 希望他可以撈底 雖然今個星期大家覺得都有點傷心 不過下個星期 阿強就有一些好消息要帶給大家 當然是晚中期待的 最後一個解封城市 武漢就會8號了解封 傳遷 其實武漢是一個什麼地方 除了是湖北省會之外 它本身是一個經濟重鎮 它有三個叫做開發區 其實這三個都覆蓋了 中底端和中高端的產業都在這裏 中間那個就留了一點 我們不知不說的 就說頂部的車刀和第三個中國光局 先說車刀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生產業車的重鎮 其實東風本身的總部 就在武漢 最傷的車股 對它來說 它有很接近六十至七十萬年功都在那裏 所以現在復工復產之後就會好一點點 進一步解封了之後 你可以期待這些車期有100%的產能 其實你途中都會留意到 東風好幾個品牌的所有產能都是武漢的 另外還有承銅汽車 可能大家不是太熟 但其實它是中發合資的品牌 另外上期都是大集團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上市公司 我開箱之後可以期待它 回復一個正常的生產 對它的股價也有一點點幫助 是 另外剛才第三個中國光局 是專做金融和科技 大家異屬臨場的小米和雷軍的金山系 都在那裏有一個研發的總部 等了多少錢進去 另外異屬臨場的就是5G股場費 和風火通訊 各種部都是在光局裏面 所以這些都是 在解封之後 你可以期待它可以恢復100%的產能 出發來 嗯 其實現在在微博上 其實大家已經是很期待 你知道今天每一天都有個hashtag 是 武漢解封倒數多少天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應該就 很開心 你又覺得其實 股價總是先跑 你覺得現在反映了沒有 還有一點點 你那些5G股場是我們後面的因素 可以推到它 正一步上升的 不過其實阿強介紹的這些都比較高端的 專業的東西 其實剛才也說到武漢在4月8日解封 但其實湖北就率先在3月25日已經解封了 解封之後其實 其實這個情況是不是真的 好像大家所說的那麼樂觀呢 我們可以參考這個小龍蝦的經濟圈 我不知道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你吃不吃 其實在湖北來說 小龍蝦的產量是佔了全國的一半 它的生產其實達到80多萬噸 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小龍蝦在內地來說 其實是不少同胞 每天的宵夜或者是有空吃飯那一陣 你有沒有吃過 我其實我真的有吃過 因為我剛巧在大學 去了內地實習 我第一頓飯 這些上司就帶我去吃什麼 就是吃這個小龍蝦 你知道其實本身 第一天其實應該都有一些形象工程 但是吃小龍蝦在那裡撕債 就已經沒有了形象 可能他們覺得這樣是大家會比較親近的 其實小龍蝦的受歡迎程度去到哪裏呢 其實是說在北京的 有一條鬼街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是一條小吃街來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聽到有多熟啊 其實很多餐館都是以小龍蝦來做一個主打菜的 但是很慘 因為隨著湖北封城 很多小龍蝦都出不去 很多小食館現在都是停業的 但是現在解了封了 是不是對於他們來說有受惠度呢 其實原來不是 因為原來在很多的資料 在短缺的情況下 原來產量其實是追不到供應的需求 不過不要緊的 我們是有龐大的粉絲支持底下 其實相信這個應該是指日可待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好像阿里巴巴來說 他已經宣布會承包10億元的湖北小龍蝦 就跟大家說 我們要支持湖北支持武漢 振興當地經濟 大家就吃小龍蝦啦 餵牠肥三斤都無所謂的 現在沒有蝙蝠吃的 吃著小龍蝦一定要當作 小龍蝦應該不算是餵牠的 應該不算是餵牠的 應該不算是餵牠的 有沒有餵牠的餵牠 那些需求就用回過去 這些合法的食物裏面 不過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我們經常都在說這些什麼窄經濟 看看接下來這個小龍蝦經濟圈 又可不可以帶動當地的消費 因為經常都在說報復式消費 不知道會不會是報復式的食物 這個小龍蝦 可能是報復式的胖 除了有這麼好的小龍蝦消息之外 阿強你又想說 其實不算是下個星期的 不過大家都等了很久的一個兩會 好像說將會在4月尾開的 沒錯 本來在4月中上旬 因為疫情的問題又延遲了下旬 現在這樣也要留意官方的日期 放得封都不願意 可能大家對於兩會留意些什麼呢 其實就是雖然阿爺不停要說 救經濟不停要泵罪 其實他一場定音完之後 他的小龍下面一層一層都要下去做事 都要兩會過了這些法案 才可以正式批錢下去做 其實大家最重要都是新基建 不知基建加了一個新字率特別強 下次就叫做新生基建 高新基建 其實都是那些東西 都是出大的領域 對於香港來說最受惠的都是5G股 剛才提到的徐菲屋 和A股的風火通訊 這些都是相關股 另外一個叫做城濟不高速鐵路 就是一些基建股 主要只有兩樣 再加上大素股有少少 就是聯想集團的一些 其他一些都不是特別關於港股市的 OK 不過剛才剛才說到5G基建 最近就有消息說英國想懲罰中國疫情下的措施 就說會禁止華為在當地發展5G網絡 不知會不會因為這個消息 令中國再大大地推動內地自己的5G基建 它基本上是直升機派錢給這些5G企業 還有我們香港已經率先有5G的網絡可以使用 也不是率先的 內地都開了 所以只會是一個大潮流 大家都會變成常識的一件事 4G一出的時候 聲音很昂貴 電話又貴 大家在C卡的摩托就不會使用4G 這個是 你也猶豫了 只是大勢所取 有些用家就說 在香港用了5G之後 是比4G快一半的 不過現在好像只有在一些旺角 港島區之後 暫時還未全信覆蓋到 不過現在經濟環境不差 是不是真的會轉計劃呢 我會等一等 另外一個一週兩件 第二件事就是你預計了整個4月上旬 都會有一些叫做汽車消費刺激的措施 一流出來 其實由2月中開始 商務部已經連續5次說要促進汽車消費 你看到很重要 講到5次 一個多月裡面 而其他省市其實都很努力 2月初以來已經超過9個地方 又推出了一些相關的措施 最新剛進來直播室之前 北京都出了一個新政策 就是促進救援新的措施 所以這些都會對汽車業有好一點點 但是大家如果你要投資汽車股 就要看回業績先 因為都很慎試一下 去年很多都買得很差 最差就要講氣 無理率是相當驚人的 至3月底 其實復工率都超過90%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看回所謂的存貨壓力 就是有3個月買得那麼差的時候 其實積了很多存貨在這裏 這些零售商有很大的壓力 就是要清晰這些存貨 可能它要一些促銷 或者它的銷售成本又會高很多 就是例如你的化妝品買不完 你要有些散貨長幾元支那些 OLED 這樣去做 所以對於零售商就是一般的 就是一般一般 再加上剛剛最新的政策就是 新能源車的補貼 其實本身說今年就全部剩下了 之前就延長了去明年年底 大家以為是一片欣欣向盟 但是爺爺就說你可以拿到兩年 但我今天是要比以前少了 所以長分難顧 所以零售商要看得小心點 不過作為女士 我就買了一些汽車股 因為我本身也不買車 在經濟環境那麼差的情況下 我都不會鼓勵身邊人 在無籤情況下買一本新車的 有舊的就先用 先用一些龍蝦吧 OK 不行 吃落土的東西不可以省的 正宗龍蝦你鼓勵一下 你會買一本新車嗎 你會買一本新車嗎 不會 對呀 好吧 不過說到兩會 其實兩會都是一個窗口 給大家看看中央或未來有什麼政策 其實其中一個大家都很關注的 就是今年中國的GDP 因為之前就說過 希望2020年的GDP 應該比10年是翻一倍的 但是今年其實說 去不去到六 大家都深思有數了 其實會不會都是 這個數據其實對於今年來說 還重要呢 其實這些是無謂的 翻一倍 但是大家覺得阿爺說到這個目標 做不到就是失敗的 但是你要知道阿爺有特別的統計方法 就是上個月被PMI報復升得那麼厲害 對呀 大家期待會有V彈出現 對呀 很厲害 所以這些目標就不需要太認真的 就是別人有特別的方法計算 你也可以學習一下 大時報身高 其實我都接近兩米的了 兩米 嚇到就找不到男朋友 好 今集一週兩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再見